因應全球能源轉型趨勢 台灣中油公司機投入電動載具充電基礎設施的 看到是步驟常列 首座的電動汽車複合快充站 27號上午正式接派啟用 表演者賣力敲鑼打鼓鼓聲震耳欲聾 象徵中油公司第一個汽車充電站正式啟用 第一站選在士林福林站 這裡提供充電還可以洗車 還有保養的服務 民眾可以利用空檔到附設咖啡廳喝咖啡 享受便利生活 配合政府能源政策及觀察到台灣北部地區 電動汽車數量快速增加 中油公司積極和各界合作 投入電動載具充電基礎設施部件行列 那未來五年內 中油公司會設置總共19站的一個電動汽車充電床 未來會隨著電動汽車的成長 我們會做滾動式的檢討 活動中油經濟部主秘陳怡霖 中油代理董事長李順青等人一同進行揭杯啟用儀式 宣布台灣中油進入多元能源供應的新里程碑 而面對電動車取代燃油車的可能 李順青說這是一個危機也是一個轉機 中油會持續超前部署轉型 絕對捕落人厚